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 华林民宿业者在今年度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 住宿率也都下滑不如往年 为此交通部观光局特别开办了 民宿业者从业人员产业转型教育训练课程 希望借此能够帮助民宿业者度过难关 还能够借由课程来加强业者 更加了解华林的观光和协销的专业能力 华林县国际民宿协会为了让民宿业者在防疫期间 能够借由课程的教育训练来加强自我能力的提升 16号上午特别带着华林民宿业者来到浩克文华村 洁安湘公所也特别安排了解说人员进行解说 提升业者对洁安湘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 明治43年是我们的民国前两年 那来这里设立指导所 那来这里的人都是日本四国德岛县极野村沿岸的人 所以也把这里叫什么极野村 其实浩克艺术村就是欢迎所有的客人好朋友来到这儿 我们有丰富的在地艺术家的每月的展览 还有我们客家的文化以及我们园民的色彩 以及浓浓的整个优雅的环境 还有200年的老树在这里 我们相信带来的是提供给我们民宿所有的好朋友们 能够提供给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一些来自于花莲的观光客 甚至于想来花莲的好朋友这样的一个餐桌标准 花莲县国际民宿协会理事长表示 非常感谢观光局能够给予相关的课程安排 协助业者在疫情期间能够以课程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也感谢捷安相关所安排解说人员 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捷安的历史文化背景 我们是承办光局给我们民宿业者 就是武汉疫情然后教育训练只能提升的一个教育课程 那这个课程就是围期120个小时 一个小时158块 所以如果我们学员上满这120个小时 就可以领到18960元 那这次我们带着会员进去九区洞 九区洞去年才装修完成嘛 他们看到哇现在九区洞长得这么安全这么漂亮 而且他们从老师的角度才去知道说 原来花莲的那种片岩还有花莲的什么叫断层 可是经过这个培训之后 他们成为一个会说故事的主人 当你是一个会说故事的主人 把花莲的好还有花莲的美 还有花莲的文创跟花莲的精神讲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这是另一种感动人 理事长也表示 五月份花莲县国际民宿协会将进行第二梯次的开课 也欢迎相关业者来报名参加 我们五月四号在国际英雄馆要开第二期 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 一天六个小时 那教育训练是120分钟 围棋是20天每个礼拜一到五 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 欢迎你来加入我们 围棋20天的课程让民宿从业人员 能够从课程当中提升自我的专业能力 120小时的教育训练 每位报名者都能够获得 观光局补助课程费用18960元 五月份花莲国际民宿协会也将进行第二梯次课程 欢迎民宿业者报名参加 国际民宿协会 兵分集安 耶 记者林杰 解案采访报道